網路滿的有英文喔 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超過大獎 最新、最好看的世界電影 現在呢 我們要搭火車了 我們要搭火車 現在我們要搭火車 我們要搭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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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張喔 不知道看到牠是什麼感覺 這就是蠻遠的 這就是蠻遠的 好近 牠看著我從正面這樣游過來 這邊是零距離喔 我們現在 已經到了雅加達了 現在是雅加達下午的5點10分 台灣的4點10分 好我們現在在等我們的行李出來 好這一次呢 我們到雅加達 但是我們目的地不是雅加達 我們是要去一個很特別的 叫巴布亞的島嶼 巴布亞牛吉內亞 然後這一次去要完成我的心願 要跟全世界最大的海中霸王 跟牠一起玩 全世界最大的鯊魚 反正我們現在還要從雅加達 要轉到 先到哪裡來 先到 然後 腳要布朗 反正還要再轉三次飛機 才會到 後面 Long Way 還是很長的一段路程 但是我們先拿到行李 然後準備出發 沒有錯 為了完成和世界最大鯊魚王 一起在海中悠遊的夢想 咱們馬不停蹄 一路從台灣 飛到印尼首都雅加達 再連夜轉搭兩次國內班機 前往位於新幾內亞島上的小鎮 Nabiri 據說那裡就是 鯊魚王最常出沒的地點 就這樣 大家一路睡睡醒醒 醒醒睡睡 飛越了三個市區 終於在離開台灣28小時之後 我們到達了目的地的機場 我們到那個Nabiri了 小飛機 剛才我們就坐這一台 然後一路上就一直睡 然後現在是 早上的10點 快到20分了 但我覺得這邊天氣很好 很舒服 然後發現這邊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巴布亞省這邊呢 就是整個建設都比較落後 然後他們是比較偏遠的地區 在印尼來講 但是 他們的交通 都是用飛機耶 然後你看那邊好多 好多架直升機喔 哇 因為他們很多山裡面的那個 城市跟城市之間啊 沒有什麼路 所以我們導遊剛才講說 這邊很厲害喔 你這個城市要到這個城市 就比方說台北要到中壢 你要坐飛機 你沒有車給坐 類似像這個意思 半夜已經準備要出發了 就那個 跟最大的鯊魚游泳 對 當地時間 3點 3點 喔 沒有啦 這2點 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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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點 然後 對 就要經過我們長一段的路程 車程 主要是船程好像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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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是我生日 剛好當作 給自己的生日禮物 和鯊魚游泳 朋友啊 你們說說看 是不是就這麼巧合 拍攝這天 剛剛好是小剛我的生日 能不能完成這個願望 就看老天爺賞不賞臉啦 因為據說觸摸在這裡的鯊魚王 體型最大的 甚至超過10公尺 長度就跟一台拖拉庫 沒什麼兩樣 這也不禁讓人開始擔心啊 和牠們一起游泳 真的安全嗎 哈囉 鳳梨 這個 這幾個小時 差不多一個小時 所以我們是往海外開 還是往旁邊沿著岸邊開 然後 往沿海 往沿海開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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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沿海開一個小時還OK啦 那這個魚大概會有多大 會不會吃得到哪大 比船還大一點 比船還大一點的 比船還大一點的 搭上快艇沿著海岸線前進 約莫兩個小時後 眼前突然出現一座座的海上平台 疑問之下才知道 這就是當地人專門用來捕魚的平台 而且據說 只要看到這些平台 世界最大的鯊魚王 很可能就在不遠處 我們快到了對不對 這邊有300 就這個平台嘛 沒有我想像的這麼靠海外面耶 你看離岸還蠻近的 看得到岸邊 這邊看得到鯊魚嗎 這區都能看得到啊 這區都能看得到啊 這區有多深 這岸邊已經100多公尺啦 這岸邊已經100多公尺啦 哇嗚 好深喔 那應該看得到啦 應該看得到啦 那這邊有沒有 平常會有攻擊人的事件嗎 這邊也是有 也是有 好啦 觀眾朋友 那我們就打仗回谷吧 抓有攻擊人耶 我等一下要下水耶 原來世界最大的鯊魚王金鯊 之所以會在這裡出現 就是為了吃這些魚王裡的小魚啊 也意外讓牠們成為這片海域的教客 只是根據小鋼我的觀察 這幾座平台散落在大海之中 雖然金鯊體型不小 卻也像是大海撈針啊 因為根本沒有人能預測牠們會不會出現 又會出現在哪裡 如今咱們也只能一個接著一個平台 不斷來回打聽金鯊的下落 會不會上來會比較穩 但沒有耶 上面也很晃 然後你看喔 來來來來 我們現在 魚排上面你看這邊有小魚 很多小魚 剛才那個 小心喔小心喔 中間都是空的喔 上來後看到這魚排還蠻大的耶 然後這邊全部都是小魚 金鯊就是想要吃這種魚 你們今天幾點都出來啊 早上六點就出來了耶 你看過最多一次多少隻過來這邊吃這個小魚 到七隻啦 七隻啊 喔 七隻吃一個 他差不多快把魚給吃完了 大家這個可以拉起來給我們看一下嗎 看一下 這算什麼魚啊 看不太出來 哇好重 有沒有看到 這種小小的 這也不知道算什麼魚 算什麼魚 另外就是玻璃魚 玻璃魚啊 玻璃魚啊 你們是在補這種魚 還是這種魚是拿來當餓的 嗯 它這種魚是跟著上來的 所以是意外的收穫 雖然美不會特別撈 就放在那邊 但是這個意外的收穫 卻帶來了 有趣的訪客 特別了吧 一切都是巧合 造成的 老實說 因為船隻的問題 讓我們錯失金鯊出現最好時機 其實大家心裡也有了最壞的打算 只是都來到這裡了 又怎麼能輕言放棄呢 然而正當所有人 把希望寄託在最後一個平台時 一道巨大的黑影 突然慢慢的從遠方靠近 所有人都 拚住了呼吸黯黯 在心中祈禱 希望是警察先生 哇 好近喔 這條 這條是小條 喔好近好近 準備下水 準備下水 哇好漂亮喔 挖進我的挖進 挖進挖進 喔好近 下面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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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 準備下水 準備下水 挖進我拿挖進 挖進我拿挖進 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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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好沒關係 莫急莫慌 莫害怕 耶 總說黃天不復苦心人 讓我們在最後一個平台 巧遇兩隻金鯊來觜食 只是說也奇怪 相較於我們的慌張 金鯊們卻是感覺十分淡定 不急不徐的在四周游來游去 老實說 看著他們的龐大身軀 要這樣貿然跳下水 和他們一起游泳 還真是會怕怕的 來來 哇好近喔 他應該在這要東西吃喔 我摸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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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在要東西吃 你看他的嘴巴 他在伸上來 你就知道他在要東西吃 現在 現在 下面有幾隻 有兩隻 是不是 對 但是他 我們現在 要趕快準備下水 很近耶 踢很近耶 好開心喔 但是那邊有魚喔 結果沒有 沒有餓喔 沒有餓喔 現在準備下水 跟這個 鯊魚 金鯊 做近距離接觸 太帥了 好近喔 好 一下 相信觀眾朋友 對金鯊並不陌生 他就是咱們俗稱的豆腐鯊 更是世界上最大型的魚類 全身上下最明顯的特徵 就是那一張比轎車還寬的大嘴巴 要把人吞下去 絕對是輕而易舉 尤其是當他和你面對面游過來的時候 就算你知道他會主動轉彎 他一直很難不讓人害怕 我撥到他了 好可愛喔 然後他這隻我猜 8公尺左右吧 6到8公尺之間 然後 天啊 這也太幸福了吧 我竟然能和金鯊 零距離的在海中游泳 雖然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心中的感動 但是 絕對不是我吃窮啊 而是有些感覺真的無法用言語形容 我只能說這絕對值得大家一輩子 一定要來一次的體驗 我剛剛 趕他們那兩隻啊 好累喔 但是他們就是 一直在這邊繞圈圈 兩隻就繞圈圈 然後 其實因為現在沒有什麼鵝啦 所以他們有點像是 感覺說他們平常會來吃 吃小魚 但現在因為沒有魚 所以 他們那個魚迷呢 就用那個網子啊 有點像弄水便 有一點點其實 這樣是在騙他們 這邊有魚 有沒有看到 牠感覺以為在吃 牠一直在吸 但實際上牠沒有吃到魚 但牠們只有兩隻 很有秩序的輪流 就一直吸吸然後游走 另外一隻又過來吸吸然後游走 牠很奇妙耶 因為很多小魚啊 在牠嘴巴前面游 牠都不吃 牠就是 會一直游上來 然後 看魚迷 在水面上丟的東西 牠就會一直吸 我現在看牠們等一下 剩一隻 還在這附近游 一隻已經先走了 我估計牠等一下另外一隻 應該反正快就會走了 好 一隻比較大 應該有到十公尺 一隻大概只有六到八左右 比較小隻 兩隻都很聰明很乖 很溫馴啊 真的 目前都沒有攻擊人 這邊是零距離啊 我都摸到牠 牠一直看到我 牠眼睛跟著我在動喔 但是牠沒有怎麼樣 不會害怕人 或許第一次看到金沙的朋友 會被牠巨大的外型 嚇出一身冷汗 但是其實牠們是非常溫馴的生物 不但不會攻擊人 就算是游泳或進食 也都維持一貫緩慢的步調 也因此被封為是海洋中溫柔的巨人 我們現在試著 用當地牠們那個網子裡面的那種小魚啦 然後看看那個 金沙會不會過來 會不會靠近這邊 讓牠盡量越浮出水面 你們可以看得越清楚 雖然不多啦 就引誘牠過來而已 引誘牠過來 但是現在目前 感覺都沒有看到了 來來來 在那邊 轉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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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轉過來 轉過來 可能因為靠船很近啦 靠我們這個船很近,它有點陌生 所以它... 你看它,過來過來過來 它沒有靠太近耶 我覺得它剛才繞了一圈 有沒有到船尾那邊,然後在那邊看 我覺得它有點在觀察 因為這艘船應該不是平常他們會看到的 所以他們還會有點害怕 不像剛才在那個魚網船 魚排上面啊 他們是直接貼到那個網子去吸 還是有點警覺性啊 它還在這邊回遊中 可是剛才貼近的時候看得清楚 看得很清楚 它整個幾乎已經快貼到海面上 和陸地上的大象一樣 金鯊也被常戲稱為素食主義者 不過金鯊並不是真的吃素 只不過它不像其他種類的鯊魚 這麼牙尖嘴裡兇猛是血 而是張大嘴巴以過濾海水中的 小型浮游生物為食 跟魚游泳 跟魚游泳 真的是很累的一件事 我的巴 我的天 很累 可是經驗很難得 大哥你是很常來是不是 我看它在水中幫我們拍啊 身手很矯健耶 然後它都很清楚它怎麼動 然後它不會像我一直盲目的追 追著兩條魚不知道哪一條 所以他們都會固定來這個點嗎 還是這個區域的所有這種漁棚 都有可能去 有時候會搬走的 就是在一區 不固定它每個地方都有可能跑就對了 我們真的算很幸運耶 因為我們剛過來的時候 它有一艘比較大的船 然後上面在的應該也是來看鯨魚的 然後才剛開走 因為他們說沒有 然後我們一來 魚就過來了 好不好 觀眾朋友這沒辦法塞的 它是野生農物 我們沒有辦法給它通告 超大集點到 好不好 所以你現在來這邊看啊 你一次看過最多多少隻 那幾隻 那幾隻 七隻啊 那你最大看到大概多少 大概多少 大概多少 他有看過的十二公尺 十二公尺啊 那也很大一隻喔 好累喔 剛才追魚最好頭都有點暈了 但很值得啦 就是 完全 不同的經驗 魚也剛好走了 很厲害喔 我覺得他們兩隻是講好的 我們剛到的時候 它就剛好游過來 真的是剛好看它慢慢慢慢游過來 我們就啊 有耶 因為我們還想說要問一下 然後剛才看到船走嘛 想說沒有 所以我們大家想說 這邊沒有 這邊沒有 可是它突然游過來之後 措手不擠 你知道 手忙腳亂就下水 然後拍拍拍拍拍拍拍到我們現在累了 真的捨不得上來了 我們上來一下兩隻就走了 那因為這邊距離啊 真的很近 然後 它開放海域啊 所以它其實會在這邊一直回游 重點是它這樣游啊 因為 我們在拍的過程啊 其實都會不小心去碰到它 然後有時候你知道 它跟我是對著眼喔 它看著我從正面這樣游過來 我想說 嗯 它有沒有跟我這麼好 貼著我游過來 所以它大概 看得快到 真的差不多到 現在這個 大概 臉吧 就距離我這麼近喔 然後這樣過去 它才轉彎游過去 但我覺得這個經驗很難得啦 因為畢竟 平常遊客是來不到這種地方 太開心啦 太開心啦 2014年小崗我度過了這輩子 永遠也不會忘記的生日 因為與金沙的零距離接觸 讓人感受到造物族的偉大 也更體認到自己的渺小 而謙卑 就是我在金沙身上學習到的 最佳人生態度 現在呢 我們要搭火車 因為現在我們是在馬丘比丘 弟弟哥們才看得到的馬丘比丘 人家就要出現在你跟我的眼前 啊不對 是我眼前 哈哈 八八而已 哈哈 我那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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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大一張欸 好好玩喔 一通常我們在那個 台灣呢搭火車 看的是 很少一張 要不然的話就是永遠看 第一 原來 我這邊的票 這麼大一張 其實一定是要一個人 自己拿著自己的隱障 跟自己的那個身分證 跟自己的那個身分證 這麼嚴格 愛旅行的朋友看到這裡 一定跟我一樣瘋狂吧 等等要見的馬丘比丘 不但被列為世界星期大奇景 更被CNN評為 是可以改變一生的旅程 到底它的魅力在哪裡 為什麼可以改變人生呢 答案 要親眼目睹才能明白 那我們是A車 保證先找 那我們這個車廂啊 算是一種 背包客的車單 有點想說 找到了會不會人幾人啊 會不會不舒服 就你看 欸 還是比你呢 坐起來還是很舒服的啦 好不好 來來來來 我們台灣人遵守規則 我們排隊 今天阿馬丘比丘 就是天氣不太好 你們看這邊 下雨了 下雨了 現在記者呢 在Cuzco這裡 準備搭火車 要去馬丘比丘 叫我 玩家人好嗨 現在的時間 差不多是 8點 bunu 8點 있으니까 我就只有到這裡 有人在排 他們的主持人好像沒有高 那我也要入去 搭地套克回來啊 - 要入境一下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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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進檢查了? - 要進檢查完了? - 要進檢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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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 車上好溫暖哦 - 因為今天呢,馬丘比丘 - 在這個地方差不多16公里 - 要進檢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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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巧哦 - 你想問你去台灣人嗎? - 好巧哦 - 也太巧了吧 - 還是一樣的薄薄 - 怎麼那麼巧啊? - 請問你從哪裡來的啊? - 台灣 - 它不會是來自八大電視台嗎? 對啊 好巧喔 好巧 我也是耶 我正在做一個電視台耶 哇 這是世界第一等 你跟他說世界第一等 讚 可以嗎 很好 你看看 台灣人就是這樣子熱情 你看 不止我嗨喔 就連看遍半顆地球的工作人員 也是超興奮的 而且這火車不但座椅舒適 玻璃天窗的設計 可是一保眼福啦 他們的火車要添妝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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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就到馬丘比丘了 哈哈 後面這邊更漂亮 好 啊 好 啊 好 啊 有沒有 來這邊好跟妳講 為什麼它會是新七大騎警提議 不是沒有火車 你不知道是坐上火車 還沒有到達馬丘比丘的時候 心情就很興奮 因為你沿途啊這樣子 他們的風景都是很漂亮的 更何況你到了真正的馬丘比丘 我們以前就只有在那個地底課門 才看得到馬丘比丘嘛對不對 等一下就是輕盈見到了 那感覺是很很興奮的 有點像是以前我也是在電視上看到 什麼小燕姐啊 然後陶子姐啊 結果我們看看 我現在可以輕盈見到他們本人 那個是 有點像做夢的感覺 開了大概一個小時 眼看雨勢越下越大 我的心也跟著涼了一半 要是雲散不掉 雨停不了 不只看不到馬丘比丘 連拍攝都有問題 老天啊 我們大老遠從台灣飛來 總不能空手而回吧 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不知道看到它是什麼感覺 哇 哇 哇 這是 這就是馬丘比丘嗎 這就是馬丘比丘嗎 一部分 有啦 你們可以從這個地方 站穿過去 你看 這馬丘比丘耶 天啊 才騎從這邊就是啊 你看看 我想要摸一下 太陽之城 我來了 我是太陽之子 盧玄瑞 我有點在那個 穿越具的感覺 好像是我 原本是一個學生 然後我就坐在那個 客桌椅上 然後翻到 喔 馬丘比丘 然後突然就這樣 咻 然後就到了 我到馬丘比丘了 因為我剛剛在車上的時候 我就跟阿厚講說 我有點怕我會哭 因為 因為小時候都沒有機會出國嘛 然後長大自己有賺錢的機會的時候 才開始出國 第一次出國是去香港 後來有去日本什麼之類的 然後這一趟也是我第一次 來到這麼遠的地方 上面還有更多耶 天啊 光看這一部分而已 我才剛踏進來了 我記得有天配音 導演問我 蜜如想要去哪裡 我回答 馬丘比丘 不瞞您說 這趟魅魯外景 是我人生當中 飛最遠的一次 因為經濟的因素 從小就覺得 出國兩個字 是一個遙不可及的事情 更沒有想到 現在竟然要踏上很多人 想要去的願望清單 一路上我心跳得很快 好多的形容詞瞬間湧上來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才能夠貼切地表達我的感受 來馬丘比丘 來馬丘比丘 不容易啊 難怪剛剛 來的時候 看到那些 販賣部啊 都是賣水 因為 真的會渴耶 你們看 那你們跟我們一起走 才有沒有感覺 自己也來過馬丘比丘 來看看風景 哇 這邊更小耶 更小 對 一個木乳巷 在那裡 我擠得出去嗎 還可以耶 好瘦 給你看看那邊 很漂亮吧 很漂亮吧 你看我們的道夜 因為這邊這樣 空氣真的是 很平地還行 所以 我們走那麼久 一定會 喘 來 跟著陸隊長 來 坐 對 還滑納 滑納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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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型的那個 那個山 有馬丘比丘 是老三的一種 嗯 滑納比丘 年輕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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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下去了 哇 這邊很漂亮 你看 對不對 很美 有 小聲音 現在是你的家 嗯 下下來應該 留的地方滿漂亮的 大電影 這邊還有那個 亞馬 亞馬 好可愛喔 他們怎麼爬上來 走進古城 每一個石頭砌成的石壁 好像都藏有印家故事在裡面 以前他們是如何生活 這座古城是怎麼 怎麼樣建立的 我很像一個小朋友來到迪士尼一樣 對所有事物感到好奇 而且當你爬上頂端的時候 俯瞰整個城市 你會完全明白 為何這是一趟改變人生的旅程 啊 剛剛啊 我們只是看到那個 曲曲一小塊而已 我跟你們說 我跟你們說 哈哈哈哈 精彩的來了 我必須要跟大家 鄭重的介紹 世界第一等 來到 馬丘比丘 你們看 超酷的 而且 剛剛真的是 那個許願有幫助 我剛剛不是想說 太陽之城啊 太陽之子如雪瑞來到這裡 希望 太陽能夠灑下來 你們看看 剛剛我們眼前 全部都是白毛蠻天的 現在 什麼都看到了 好想在這邊跳舞喔 怎麼辦啊 好像回到自己故鄉的感覺 真的一看就是仙境啊 真的會 你一看到的時候 你會說不出話來 因為 真的這個畫面很壯觀 是 跟我們地理課本 看到的福不太一樣 因為地理課本 可能就是 街群一小塊 可是啊 你要曉得 你看 這樣壯觀喔 它是在 山巒之中的 其中一個古城 有人說 崇拜太陽的印加人 為了更靠近太陽 而選擇在高雙的安地斯山脈 建立馬丘比丘 我是來自台灣的阿米斯 一樣是太陽的子民 也許就是多了這份關係 所以當我走進這裡 就像被媽媽溫柔的擁抱著 她關心的問我 娃娃啊 阿拉芬都嘎嘎阿拉芬 好像不論遇到好的 還是壞的事情 她都會告訴我 不要放棄自己 好好去過自己的人生 哇 終於到了 哇 天氣很好 很舒服 很涼爽 我們現在在這個 這一趟旅程的 最南端 它是最南端的 天堂樹梯 然後 呃 現在這邊是入口 這邊應該是售票亭 來來來 先 先來買票好了 哇 每棵樹都好高大 好漂亮 芬多金 森林芬多金 咦 裡面沒有人耶 這邊是售票亭吧 它這是沒有人的售票亭耶 要自己 自己買票 自己寫那個單子 來來來這邊看一下 OK 它這是沒有人服務的 所以要自己 來 然後要填這個單子 然後我們一台 車是 一台Velko是12塊 12個人以下12塊 喔 OK喔 OK喔 12塊 然後 放在這單子裡面 12塊 然後寫資料 好 現在寫了 欸 我說這個天堂樹梯 除了在森林裡有夠神秘之外 竟然連門口的售票行 都是沒人駐守的耶 這是不是有點給它太祕境了 整間亭子 除了牆上掛的告示牌 寫了進去要遵守的約法三章 以及該給的入場費之外 可真是一個人都沒有 因此 遊客來到這邊 全部都是自主約束的佼佼入場費 一切都看良心啦 好啦 寫好啦 它分成兩個 有沒有 寫好以後 把它表面 呃外面的這一 有一塊 這算是收據 平據把它撕下來 剩下的這一個呢 就調到這裡面 托進去囉 掰掰 好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保留這一張 然後進去 天堂樹梯 當入場費繳交完畢後 將剛剛私下的純根蓮放在車窗旁 就可以當作一整天的國家公園通行證 有了它 就等於有了我們有乖乖買門票的證據 在國家公園中可是通行無阻 到哪都可以啊 重點是要問心無愧 不怕別人領檢啊 做好了這些準備工序之後 咱們就趕緊往森林走去 準備來會會傳說中的天堂樹梯 哇 都是很高的樹耶 但天堂樹梯 喔 天堂樹梯 天堂樹梯在這邊 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來來來 近一點近一點 你有沒有看到 天堂 喔 好高喔 我的媽 它這邊有多高 不知道有多少公尺耶 靠近一點你看 然後你看它這外面有那個 它有架了一根一根的梯子有沒有 一個一個一個的 現在這樣看有點看不清楚 可是你這個距離看啊 你看得出來外面還有一些鐵絲包著啦 簡單的包著 然後就是稍微做一些安全的防護 但是說實話 還是要小心啦 因為它 這個我看至少超過 這應該 這應該有超過15層樓喔 應該有 再加上它上面的那個 料望台的高度 哇 好高喔 天啊 這樹梯也真的是太高了吧 一整棵樹就這樣直挺挺的 往天空裡衝 在下面的我看的脖子都酸得要密 現在還要我爬上去 誰 誰平常爬樹會挑這種 這種高的樹來爬啦 仔細看看這樹梯 除了外圍那一小層薄薄網子之外 還真的是給它什麼安全防護 都沒有啊 唉 看得我 腿都軟了 我這樣看完一輪啊 才發現 為什麼會有這個樹梯呢 這樹梯其實 一開始並不是主要給 給好像發展觀光在用的 它的樹梯主要是為了 早期啊 他們要等於是看森林大火 因為他們可能有很多天然的或是人為的因素造成的森林大火 然後這片國家公園因為太大了 所以你沒有制高點 你也不可能說有雲梯比這個樹還要高 所以他們就找了一棵最高的樹 然後在樹上面 再把那個瞭望台再架高在樹上面 就變得說 你看看它這邊 就像這樣子 你看它整片樹裡面 它樹上面架了那個瞭望台 看清楚嗎 然後這樣子它就可以看整個區塊 哪裡有什麼事情發生 可能有火啊 或是有冒煙啊 或是它可以從這邊很清楚的看到 然後這邊有寫 75公尺高有沒有 這棵樹就75公尺 我的媽 各位觀眾 75公尺 這個樹梯竟然有75公尺高 將近20億層樓的高度耶 而早期那些消防員為了控制森林大火的蔓延 他們不但要爬這樹梯 還要在短時間之內能迅速的上去又下來 重點是 可千千萬萬不能踩空失足 誤然後果可是不堪設想 小鋼我是在太佩服他們 因為我連踩在平地上光用看的 就已經先驚驚啦 你看這個梯子啊 有沒有它就是鋼筋 完整的很粗的鋼筋 有人要下來了 很粗的鋼筋 然後還有這個繩子啦 然後還有這種細的網子 就是稍微 保護一下 就是你可以在 雖然它還是很開放 但是它就是在網子裡面 哇 我近距離看得更高耶 好可怕 我剛剛還在想 雖然這樹梯有夠嚇人 但還是有許多遊客陸陸續續的前來體驗 不知道是這些人的膽子比較大顆 還是這個樹梯根本沒有想像中的可怕 結果沒想到 眼前這個看起來很MAN的阿兜阿 竟然跟我說他也會怕怕 呵呵呵 看來這天堂樹梯還真不是鬧著玩打 不過先不管啦 畢竟我唐正剛可是世界第一等膽子王耶 我要是現在就偷跑的話 怎麼對得起觀眾朋友呢 先把恐懼放一邊 咱們先以高度15公尺的樹梯蹤跡站為第一目標 好 出發挑戰吧 現在這樣子都還可以感覺很輕鬆 現在這樣走 都還可以很輕鬆 哇 漂亮 好恐怖喔 你覺得很可怕嗎 通哥 你不是不會怕高 我就說這爬樹梯不是在開玩笑的吧 就連第一等小組裡號稱最大膽 最明潔最不怕高的攝影師通哥 都在還不到第一層的中繼站 他就打了退堂鼓 說出我想下去四個字 幸好經過大家的加油打氣 通哥還是秉持著世界低等的精神 決定挑戰自己的恐懼 跟我們一起繼續走下去 這個下來之後應該更可怕喔 下去的時候 我要下去的時候 嚇死了 他這個中間真的很空喔 好 你們現在很怕對不對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 第一個接平台這邊了 其實還蠻快的 哇 現在是第一個平台 好高喔 有夠高的 哇 我想這有巨高震的人 完全不可能上來 等一下這邊還有繼續 往下 但是你看到這邊 這邊 他告訴你到這邊都還OK 還算簡單的 但再上去 你就自己要衡量了 對不對 你自己要看喔 真的不能上就不要硬上喔 這樹梯實在是太不好爬 完完全全沒有想像中的簡單耶 因為每根梯子兼具高低寬窄不一 而且鋼筋材質叫華 再加上心中的恐懼 往往需要聚精會神才能夠踏出下一步 不過經過大家一起同心努力的互相鼓舞 我們克服困難與恐懼到達第一個目標 15公尺高的中繼戰平台 無疑是精神上的一個肯定啊 於是 怕死的第一等小組 馬上成了第一等不怕死小組 決定再度挑戰繼續 往上爬 走 向右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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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上來 哭 哭 哭啊 呀叫 哇 嘿 他們到了低層的那個 靠望平台 但他這邊 旁邊還可以再上去 有沒有看到這個 像爬過這棵樹 誰這麼無聊 在這邊寫那麼多字 觀眾朋友 出國我們要保持良好的道德 不可以這樣亂寫字 好不好 講講 經過很多次的推卵及尖叫 我們終於到了最高樓層的觀景平台 真是可喜可賀 哈哈 中間雖然一度推卵說不出話 也因為越來越高 越來越害怕的關係 搞得臉部表情都有點僵硬 笑都笑不太出來 不過 我們總算沒有辜負大家的期望 所以各位觀眾 接下來請睜大你的眼睛 因為這種高度 這種美景 可不是人人都看得到喔 來 這樣燒一圈 看到整個view 很清楚耶 基本上這個位置呢 這個區塊 你看這個區塊 已經也看得很清楚了 然後這個方向哪裡有冒煙 哪裡有大火 其實基本上都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它這個雖然 應該說西南澳這邊 西澳南澳這邊 它森林很大一片 如果我是消防員 我上來 我就可以大概知道什麼方位 然後它們就會知道往哪個方向去開 然後哪個方向去救災 哇 非常的漂亮 對觀光客的角度來講 是非常漂亮的景色 好 我們再繼續往上 最後一層 這上面 哇 這邊更高啊 這邊整個完完全全 超級清楚 有沒有看到 就差掉一小街 但是這邊的那個一點樹枝的那個遮蓋 遮蔽都沒有 你看這邊 有沒有 完全都看得很清楚 現在連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來 你看 這邊 連這邊 都看得非常清楚 而且你到這麼高的地方 風吹它整個支架是會晃的喔 是會有點這樣子晃的喔 喔 上來這邊 就有點可怕了 這樹頂的風光真的是很美很漂亮 但是隨著徐徐微風吹來 整棵樹都在晃動的感覺 還是不斷的提醒著我們 現在可是在21層樓的樹上耶 再加上一往下看 樹下的人整個小到連米粒都不如 更加提醒著我現在的高度 唉 實在是好可怕喔 我 我看喔 我還是不要想這些東西 也不要往下看 先好好享受眼前心曠聲音的美景 比較實在啦 一般來到機場啊 只有到的時候 跟要回台灣的時候 可是這一次不一樣 這一次我們要去澳洲 西澳呢 有一個離島 它那個離島非常的夢幻 因為它有一個非常夢幻的名字 而且它的地點也非常的奇特 首先讓你看 來 看到沒有 我們這一次要去的島叫做 Christmas Island 是不是很夢幻 感覺去到那個島 都每天在過聖誕節 最重要的是什麼 它的位置 你看喔 我們現在在這邊 博斯 這整個是澳洲 有沒有看到我們在博斯 它的位置在這邊 然後你知道這個藍線 上來 這個位置是哪裡嗎 這是 印尼的亞加達 很奇妙 它離博斯的距離 有兩千多公里耶 它離亞加達 印度印尼的亞加達 只有五百多公里耶 它竟然不是印尼的屬地 它是屬於澳洲的 奇妙了吧 但是為什麼要去這個島 它除了這個名字很夢幻以外 它有一個世界奇景 這個世界奇景不得了 全世界只有在那邊 你看得到 到底是什麼 給你看 來喔 來來來來 你在那邊可以看得到聖誕老公公 不是啦 你在那邊可以看到螃蟹 螃蟹你想說沒什麼了不起對不對 但我跟你講 那個島上的螃蟹 比螞蟻還多 真的沒有在蓋你 島上的螃蟹真的跟螞蟻一樣 多到輸也數不清 而且據說只要季節一到 上千萬隻的螃蟹全部傾巢而出 管你郊區市區家中路上裡裡外外 統統給它們佔據啦 我的天啊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為何會有那麼多螃蟹出現 它們又為何而出 有何目的呢 這一切實在令人太好奇了 所以話不多說 快跟我一起航下2000公里外的聖誕島 探秘據 我們現在已經在飛機上 在前往那個聖誕島的途中了 總共飛行時間要三個小時 三個半小時 然後 基本上我們是從澳洲 飛往澳洲的離島 但最有趣的是 我們離開澳洲博斯的時候 我們要出境 然後 現在在飛機上 阿發給我入境卡 我還得寫入境卡 所以我是從澳洲 出了澳洲以後 再飛入澳洲 這最奇妙的 這樣好像我 我從台北 要飛到澎湖或金門 我必須要出國 再入國 實在搞不懂耶 明明就只是從澳洲本土 飛到澳洲的離島 同樣都屬於澳洲領土 卻還要填寫入境卡 而經過詢問換來的答案更是奇妙 只因為我們搭的飛機 在國際航站進出 所以必須填寫出入境卡 怪了吧 不過不管怎麼樣 咱們還是趕緊乖乖地填寫 這樣才能快快地 進入這個神秘之島 我們在路邊 會常常看到像這個有沒有 它會寫著 Slow down 像這種畫很多那種 小螃蟹 小紅蟹 這代表這邊真的很多耶 因為除了那個 我們看到那種大的 像這邊也有椰子蟹的那種大牌子 除了這種牌子以外 也會有很多這種在路邊這個牌子 喔 欸轉過來看 不一樣耶 我以為兩邊是一樣的耶 好可愛喔 它這邊好無聊 這一面好無聊 這一面好可愛 好嗨喔 然後每一種旁邊都不同表情 然後拿著那個什麼 什麼螺絲啦 還拿著STOP啦 Slow啦 然後還有那種很HEPOP的 帶那個電子 然後它就有告訴你 當它們走過去的時候 你需要慢減速 然後繞過它們 這島上還蠻有創意的喔 我說這裡的島民真的很風趣 也很有創意齁 把每個告示牌畫得如此生動又有趣 讓人走在路上 都忍不住停下腳步看一下 而且你知道嗎 島上除了用這些可愛告示牌 來提醒你紅蟹很多之外 還會另外設立一個 專屬於紅蟹的奇特警示牌喔 有沒有看到後面這個告示牌 它上面就寫 紅螃蟹的路 就是看到這一排全部 全部這些都是島上的路名 然後後面你看到那一排 幾乎全部都是close的 全部都封閉的 只剩下一條路是開的 然後這一條 這個牌子呢就是每天 它都會換 就是可能今天封這條路 然後明天封這條路 但基本上啊 都是維持封閉的狀態 它好像每天大概都只會有一條 最多兩條路會保持暢通 其他路盡量都會一直封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 它這是用牌子 你有沒有看到 它每天就會放牌子進去 你就會知道它是 所以這條路是可以走還是不可以走 我跟你講 紅蟹在這個島上 比人車都還要大 它是最大的 不來走一遭 真的不知道這裡的紅螃蟹 居然多到為它開道封路耶 而且誇張到全島的主要幹道 只剩一條路可以通行 其他全面封閉 完完全全讓我見識到 這個紅螃蟹在島上的地位 以及影響力有多大 知識說也奇怪 都已經放了那麼多警示牌 路也幾乎全封了 但為何路上只見到 山山兩兩的幾隻螃蟹呢 所以就這樣子而已嗎 現在產生 還有… 沒有啊 那路地上就這些 哪裡 就在前面 那邊 那個土坡上面有啦 你看 你看那土坡上面很多有沒有 很多啊 土坡上面都是 然後也還好啊 其實沒有像印象中那個 整片全部都是 原來是在這裡面 你看這下面 它這整個山溝裡面整條耶 哇塞 看不到鏡頭全部都紅的耶 哇塞好多喔 這個真的已經沒有辦法數了 多少隻了 遠看很像那個螞蟻 就真的 像螞蟻 對啊千軍萬馬這樣跑出來 我的天啊 眼前這一堆密密麻麻爬 爬心的紅螃蟹 真的多大嚇死人啦 大哥說 欸這還不算什麼 只要傍晚一到樹林裡的螃蟹 就會通通傾巢而出 整條溝到時會大塞車 整個被螃蟹大軍給塞到買 塞到爆 那他們全部都是往這個方向走耶 他們全部都往這個方向走 本來這個地方 嗯 這裡一樣平 嗯 然後 他們發現 嗯 國家公園呢 發現螃蟹 這樣 喔整個路面全部都是 對對對 然後會 汽車啊 壓扁啊 所以就 把它挖 一條溝啊 喔 所以這個溝是人工挖出來的溝 不是天然的 對 然後就讓他們順著這個溝 對 然後就讓他們順著這個溝 走過去 走過去 你看這樣全部他們幾乎都走同一個方向 對 然後一直往這邊走 有沒有看到 他全部都是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你看啊 他們這邊 鐵皮喔 像路邊啊 都圍這樣子的鐵皮 就這樣子 然後你看他即使爬到外面了 他還是順著這個鐵皮這樣一直往這個方向走 欸 那這個鐵皮是幹嘛 我們一路上看到路邊好多這種鐵皮 鐵皮是圍的 不要給螃蟹喔 嗯 爬上路啊 喔 因為擋住牠就對了 對 擋住牠 擋住牠的牆 然後讓牠順著這個進去走就對了 一直走走走走 走到海邊去喔 要去海邊去海邊喔 要去海邊去海邊喔 出海嗎 像飛海鸞 去海邊繁殖啦 對啊 去海邊繁殖 所以他們平常也不會像這樣子在路上 不會不會 就是 十月 嗯 十月開始 是你 每年從十月雨季開始 平常躲藏在樹林裡的成年紅蟹 就會開始為為期五天到十八天的長途跋涉 每天不辭心勞地不斷走啊走啊走啊走 這一切全都是為了到海邊交配 產卵 繁衍他們的後代子孫們 而只要一完成終身大事 動完房生完子後 他們還會依循先前來的路線 再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回他們的老家 欸 好麻 遠看啊 地面上 你看看 下面全部都是落葉 你近看啊 全部都是螃蟹 我以為是落葉 全部都是螃蟹 你看這邊 整片 我看我這下面 我蹲下來你們看 整片這邊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然後你看它從這邊出來的 小心喔 小心不要踩到他們喔 不要被他們夾到喔 他們怕我 我也怕他們 他們這邊全部都從這邊這樣出來 都從這邊這樣子 然後看到我全部嚇到 哇 這個方向好可怕喔 對啊 整片全部都紅的 哇 好誇張喔 然後嚇到然後全部一直往回退 我退超遠的 我現在終於了解 為什麼一定要封路了 雖然政府有為螃蟹開闢了 專門的螃蟹走道 但是還是很多迷路 或是貪玩的螃蟹 偷偷跑到馬路上玩耍 所以為了保護他們 政府只好把道路全封啦 讓他們可以好好的到海邊 完成終身大事 不過有時路封的晚 就會造成以下的奇特景象 可是他現在 因為他車不能直接開 他開過來就全部都壓碎 所以他在幫他趕 趕螃蟹 不會幫他趕一下 幫他趕一下 幫他趕一下螃蟹 他們今天還蠻遵守這個法規的 就是 基本上 就把他全部往 趕出去 趕出去 趕 趕 趕 這樣他就不會壓到這個螃蟹 去去去去去 欸 奇怪 硬要往這邊跑 別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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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奇特啊 車子要過馬路 還必須一隻隻把螃蟹趕開 才能通過 此情此景 全世界絕對只有這裡才看得到喔 而這也讓我見識到 島上居民與螃蟹 和平共處 互相切讓的相處模式 好 剛才有一個小插曲 有一台車這樣子 開過去 但 開過去的時候啊 馬路上這邊就全部進空了 又把那個什麼 螃蟹都往旁邊撥 那現在車一走以後 全部都馬上回來 整片 然後你看現在延伸到越來越後面了 它從後面那三菱 整片全部都出來 就是到越晚它會越多是不是 不不不不 它有時間性的 有時間性的 差不多了 8點多9點 它就停了 就沒有了 就沒有 它就是休息 它就不走了 不走了 就原地休息了 還是要睡覺的 那這樣子 一般 因為我看它的體型 有大有小 它們怎麼看分這個公母 它前呢 是小的 它是母的 這隻是母的 這隻是母的啊 這個 這個 這個可以 這個怎麼抓 哇大哥你好快喔 欸 母的呢 這隻是母的 它會不會這樣子抓 它就用不到你了是不是 不會啊 等一下 借大哥的手 借大哥的手 抓到這邊 來 你就喊 啊 啊 好危險喔 好可怕喔 這樣它絕對抓不到我吧 不會 不會 欸 它真的感覺熬很有力耶 喔 在這邊 然後你看它 一樣是看肚子啊 螃蟹 看這裡啊 對 有沒有圓的 圓的 它是母的 然後你比較小隻嘛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公的好了 哎唷 你小心 喔 直接抓 哈哈 好聰明喔 直接抓它的錢子 你看它的那個腳啊 很利喔 很利喔 嗯 上面都有刀刺的 很 而且它 我覺得它們的活力很旺盛 對 對 跟我們平常看到之前一些 河蟹或海蟹不一樣 河蟹海蟹 一開始可能嚇嚇你 可是它就會 你抓它 真的抓到它以後 它活動力沒有像它這麼強 它這個勾到啊 或者是被它這個刺到啊 其實都很痛耶 看著它們如此活潑好動 難怪走上五天八天也不嫌累 大哥說我眼前這一批 是屬於打頭陣的第一批弓蟹 基本上所有的公蟹會先出走到海邊 然後在岸邊喝個水 沖個澡 把身子洗乾淨後 接著就會到旁邊的樹林裡挖新洞房 等待第二批母蟹來到 接著就可以一起入洞房 一起完成它們的人生大事囉 哇 剛才在那個上面的停車場啊 走路那邊山啊 它現在路全部封起來了啊 然後全部都是紅螃蟹 我們這樣一整天 巡著那個螃蟹的路徑這樣走下來啊 我帶你看一下這個沙灘 不得了 上面很多 然後你看這邊 你看這邊全部都是 你看後面 你看後面 全部一點一點都是螃蟹 哇賽 你看看 它真的在那邊洗澡耶 然後站在這個 海浪打到的地方 然後就在那邊站著 然後你看它每一隻洗完以後啊 變得很紅 顏色變得特別的鮮紅色 哇那邊也好痛 來來來 它要洗澡 有沒有看到它要洗澡 它就這樣泡在水裡面 讓那個浪這樣打一打 它這樣子喔 我看它馬上就這樣沖一下 讓浪這樣沖個兩三次以後 它們就會回到岸上 然後就會找後面的洞啊 石洞啊 或者是樹裡面 騎 就是躲在那邊等 你看 像這邊 有沒有看到 這邊超多的 對 看到前面 然後你看它就會躲在那個石頭 縫裡面 全部都擠在那邊 說實話 這樣看起來是蠻惹心的 因為 實在是太多了 一坨全部擠在那邊 這是一場合來的緣分 2014年11月來到了澳洲神秘之島聖誕島 在這裡讓我有心遇到了上千萬隻螃蟹 為了孕育下一代 長途跋涉 賭上性命 群體遷移的世界奇觀 同時也見識到島民為了保護螃蟹 幫忙延續它們的生命所做的一切努力 讓我非常佩服 也非常的感動 在此希望這些小生命能永永遠遠一直在這裡 一代代的繁衍生存下去